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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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演家 今天跌不少 昨天如果從最低點算起來是漲不少 上下震盪幅度400多點 那今天是不夠跌 應該是說破底 我們看一下是破了昨天的低點 破了昨天這個下影線 很難想像 老實講我們預估是不會再破昨天的低點 就算今天開低走低 今天開低走低是正常 今天早盤開低是正常 因為美國股市它昨天是 美國股市昨天是最後是往下跌的 雖然跌的不是很多 因為是聯準會的會議報告 那它是有時候要準備 可能是準備在年底以前 可能就要減少購債 減少購債就是QE 就不要那麼寬鬆 就是要收資金的意思 不要買公債 不要買國庫券 或是NBS 這個消息面都有 但是今天為什麼賣壓這麼大呢 一路賣呢 從頭賣到收盤 這個當然就是大咖的在賣 因為完全沒有反彈 完全沒有反彈一定是賣這種的 保證賣這種的 就是一路賣到底 從早上賣到下午 就賣這個 那這個我想應該 這種全食股應該也有賣 這種應該也有賣 那這個會賣不少 你看這個就知道 昨天是開低走高 今天完全是開低壓制在灌破底部 這麼大的成交量 都完全沒有接手 這是大的全食股 這個賣超很大 這檔最大 這些都是賣超 這個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但是也都賣超 這個應該都是賣 都賣超 這個就是法人的賣壓才會這樣子 都不懂 當然很多IC設計股也是 這種IC設計股 都不懂 幸好是沒有破昨天的低點 對不對 當然這個昨天的當沖也多 今天當沖也多 這個往下當沖也多 都不懂 幾乎都沒什麼踩煞車了 就是從頭跌到尾 就是大概舉例 不是說打壓什麼股票 就是舉個例子 那這個盤怎麼看呢 為什麼我今天的測標跟各位講 技術面永遠領先基本面 我跟各位講 基本面沒有用 因為基本面是最簡單的 投資權裡面基本面都是講過去 我們重要的 我們重視的基本面是講未來 不是講EPS 已經實現了多少 那個都是已知 已經知道的 那都沒有用處 我們要知道是未知 所以你看到外資 在做某些股票的調升跟調降 他都講到未來 他都會講到未來 例如說最近外資 有一家外資不是說 記憶體以後的事 現在很好 現在很賺 以後事況不太好 他講以後不是講現在 這個老闆就不太高興 出來糾正 說外資沒讀書 沒嘗試 這是因為個人的看法不同 外資他報告他有時候是有目的的 但你說他到底什麼目的呢 問題他可以講 他可以調升也可以調降 而且隨時都可以動作 那一般來講是這樣 外資的動作是 漲的時候會調升 就漲到一段時間以後他就調升 跌到一段時間他就調降 就是井上天花跟落井下石的意思 每次都這樣 他不會在低點的時候跟你調升 不會 例如說像之前聯電 在五十幾塊整理的時候 因為五十幾塊整理為什麼要調降 因為從這邊下來 外資看他快垮掉了以後 這邊調降 調降聯電到40塊 有一家外資說聯電明年 他的獲利會衰退78% 所以把股票價格調到40塊 結果沒有被襲擊成功 反而是上去 所以外資的 但是他要怎麼講都可以 他沒有犯罪啊 那你相信他跌下來的 大盤跌下來是為什麼跌下來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一直講講到美國股市 就是因為美國股市啊 有點麻煩了 因為台北股市是先跌的 你注意看喔 台北股市是做兩破段 正常來講昨天就應該只跌了嘛 我在這個Telegram有講過 這段的跌幅跟跌點 跟這邊的時間跌幅跟跌點差不多 這邊大概1100多點 這邊大概1200點 那今天又等於是昨天應該是要足底了 至少今天回撤不應該再破這個低點 我在Telegram有講過 但是今天為什麼賣壓這麼大呢 完全是外資倒出來的 那外資為什麼倒出來 因為美國昨天收盤 因為美國昨天的Fed 他是 談的話 對股票市場是 不是利多 是利空 所以你看美國股市昨天是 最後才快收盤前之後 就往下發動的 他不是一開始就跌 這是談話之後 這談話 美國股 就Fed主席他談話的時候 這樣漲上去跌一下 漲上去就這樣灌壓下來 這費城半導體也是一樣 都一樣啦 所以你看這種股票 他跌到了季線嘛 對不對 你看這個跟台北股市 連貫度最高的是費城半導體 跌到季線了 因為這個裡面有很多的是生技股 還有從中產業股 包含特斯大都這邊掛牌 所以他走勢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這個是都是全止股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操作台北股市 是要看這一組 看這一組 那我們看台北股市 其實我們從這邊就開始跌了 那費城半導體這邊甚至還有創新高 所以台北股市是領跌 我們是領跌 那日本跟韓國也是 最近走勢也不怎麼樣 對不對 韓國也是一樣 做兩波段下跌 所以國際股市是有連動的 國際股市是有連動的 那因為美國股市的盤後盤 就現在美國股市是晚上才開盤 但是盤後有個電子 goback期貨盤 它也是跌的 那消息面不佳 造成了系統性風險 系統性風險 一旦發生 系統性風險就是市場的風險 它就不是公司的風險 公司業績好還是不好 那叫公司的風險 或者是非系統性的風險 非系統性的風險 那系統性的風險 它不會管理好壞 它就整個市場 好還是不好 例如說資金寬鬆 對股票市場有利 益住了資金 讓股市得到了一些活水 那資金多了 當然股票就容易炒作 所以上漲靠前堆 可是如果資金要抽離的時候 那就是系統性風險 它就跟個別公司 你再怎麼好 怎麼優秀也沒有用 台積電再怎麼好也沒有用 因為人家就是 要賣股票 它不會跟你講道理 所以我常常講說 基本面其實是最糟糕的 因為你相信基本面會很痛苦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 等到你發現基本面出問題的 股票都已經跌一半了 因為基本面它是 你現在所看到基本面都是股市後 都是今天以前 都不重要 所以為什麼技術面比較重要 我常講到技術面籌碼面 技術面籌碼面 基本面 還有泡麵 我不是講說股票市場要跌的時候 基本面就不如一碗泡麵嗎 我常講 如果要跌的時候 你再講它怎麼好都沒有用 真的啊 再優秀的股票都一樣會跌 那為什麼我一直要強調這種觀念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會 會有個盲點就是說 我的股票這麼好 我基本面這麼好 那我應該是 我這邊都已經 這邊都已經是 這麼好的股票 我這邊都在買了 那這邊跌了 我這邊更應該買才對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這個股票這麼好 我這邊都在買了 這邊更應該買更應該買才對 因為更便宜嗎 因為基本面沒有變嗎 講這句話就不對了 因為基本面會變 不是沒有變 基本面會變不是不會變 基本面一定會變的 基本面它 它因為現在沒有變 是因為你沒有拿到消息面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未來的財報 未來的營收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說看到的是今天以前的 你當然說沒有變 那基本面其實已經變了 你不知道而已 怎麼會沒有變呢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說 基本面沒有變呢 那股票價格跌下來 不是應該更不要賣嗎 更應該加滿嗎 錯 這樣是賭博 因為技術面它領先嘛 那既然領先的話 表示說 我不知道未來基本面怎麼變 可是技術面頭顯示 顯示出來的價格 它是買方跟賣方的取得的共識 一定有一個人買 有一個人賣 有一些人在買進 一些人在賣出 那這些賣出的人 他也知道基本面啊 對不對 今天賣台積電的外資 他不知道台積電基本面嗎 難道台積電基本面昨天很好 今天就變不好嗎 不是這樣嘛 他每一天每一天都有在改變 是不是 所以台積電今天外資賣了很多的台積電 賣了很多台積電 難道台積電的基本面就變得很爛了嗎 這邊就很好 這邊就很爛 那這邊又很好嗎 不是 台積電都很好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說技術面會領先基本面 是在上半場跟各位做這樣一個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大盤 假設 因為這個大盤真的是有點麻煩 我一直強調說從這邊開始月線就往下走 月線往下走就是短空嘛 短線空方式嘛 它已經不是第一天短空了 已經很久很久了 因為所以我們 因為我說我們在做股票不是在做大盤 如果說這個月線 往下的這個箭頭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短空已經一個多月了對不對 那可是之前都是中多 你看它在短空的時候你注意看 這個箭頭 往下對不對 那可是 季線都是往上的 這條季線 60線平線都是往上的 可是 指數跌的比想像中還快 賣壓比想像中還快 造成說這個指數連抗跌的機會都沒有 到昨天季線還是往上的 還是扣底值在這裡 它還是比扣底值高 可是今天又跌了400多點 變成說它收盤比季線還低了 所以就變成說季線往下走了 那季線往下走如果再不彈上去 越扣越高 那就到時候月線跟季線兩個往下走 就崩盤了 季線如果往下走至少要盤跌上個月 當然現在不能夠馬上確定 是今天剛好第一天往下灌壓 那月線往下走至少跌一個月 月線只要往下走至少會盤跌一個月 不一定中錯像這個跌下來還是空頭 因為它跌下來 月線這邊跌下來 跌多1000多點的反彈還是空頭 這邊還是空頭 因為月線還是往下 所以這邊還是一個賣點 對指數來講還是一個賣點 股票是一個減碼點 當初我這邊有跟你講 這指數要上來以後 這邊股票有些股票要減碼掉 這是技術分析的厲害的地方 然後它又破了景線對不對 它跌破了這個景線之後 這邊小景線跌破 反彈到景線 那這邊大景線又跌破 那以後反彈的壓力當然一定在這裡 你想也知道 那是不是一定會反彈呢 我說理論上來講 它應該是昨天就已經開始止跌 今天可以測試沒有錯 可是今天測試的讓我們難以想像 因為今天如果跌個100點200點就要正常 可是跌了像是400、500點 而且外資賣了500億 完全是外資賣出來不是散戶賣的才恐怖 如果是散戶的停損賣壓 信用交易的賣壓那會被接走 那如果是外資的賣壓 大家看到外資賣這麼多 那今天你看到很多人看到外資賣這麼多 明天的賣壓會更大 所以技術分析 它現在表彰的就是這些股票也有危險 你看明明這麼強勁的股票早上開盤還不錯 早上還很抗跌 都非常抗跌 你看這個都很抗跌 老實講在上半場都很抗跌 可是大盤這個地方已經跌了200多點了 還很抗跌 航運股還抗跌 最後沒辦法 變成說航運股最後也補跌下來 那到底這補跌下來你要怎麼操作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這邊先 謝謝 追求夢想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這邊先講 所以當系統性風險發生了以後 你看美國昨天是 縮盤是往下灌壓的 所以台北股市亞洲股市都直接開低 那就正常 可是擴大的跌幅跟跌點是因為 Growback一直擴大 在下跌 所以你看這麼強勁的歐洲股市 它也直接跳空往下跌 這裡還是歷史新高 這邊就往下跌 當然這個比較不準 因為它只有30檔股票而已 法蘭克福的DEX 它都是全資股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投資本看到了外資賣超這麼多 而且指數是收到相對低 又跌破昨天低點 那整個期貨市場一定會很恐慌 一定會很恐慌 因為大家會逃竄 或者是去做期貨指數來做避險 股票沒有賣掉的避險 那我剛剛談到就是說 這些股票原本是非常抗跌的 我們看這個運輸股就好了 運輸股今天 開低走低嘛 有個高嘛 那打下來也放量 表示說當初貿客還是賣壓已經大了嘛 它昨天的低點沒有跌破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不理想的是 因為它放了量 放了量的收黑比較不好 但是好的是因為低點沒有跌破 大盤已經跌破了 大盤的引線已經被灌破了 對不對 那我不是跟你講這一組 它一定是跟運輸股走的嘛 這一組的話 我講過這一組最不應該漲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講漲價 它已經漲那麼多了嘛 誰沒有漲價 IG設計股也一大堆都漲價概念股 因為運輸股更是漲價概念股 所以你看這種股票 我跟你講 這種股票 我千里是最好 因為它漲很 漲機期很高嘛 所以你買這種股票其實是 我是覺得說你買這個股票比較不划算 不是不好 問題是它就漲那麼多了嘛 誰不知道鋼的價錢漲價呢 鋼鐵的價錢漲價 誰不知道啦 就像現在目前航運股 這個陽明說要給人家漲那個GDI 那個運輸股價費 那你漲一百次也沒有用啊 誰理你啊 你一直講那個幹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幹嘛講呢 就是知道你很會賺錢啊 很會賺錢你就股票不會漲啊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漲到這裡了 你從四塊漲到這裡你講什麼呢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我現在作為陽明長榮 我不是看基本面啊 我沒有那麼low啊 看基本面幹什麼 我是看GDI順便它會走一個反彈坡嘛 可是做了老半天以後 它晃來晃去一天漲一天跌 對不對 看起來我們好像也 也做得很麻煩你知道嗎 你說放空好像也對 你做多好像也對 反正都好像啊 碰到這兩股票又要增資股 定價140塊結果就開高走低 對不對 這些股票你看 很多的股票那只有這種散裝的 有稍微漲一點而已 但是這是少數股票啊 大部分的股票都你看都是離到大概 所以變成說 原本是運輸股是最強的 被大盤中場以後 因為大家都一直跌啊 從跌一兩百點最後 跌四百多點最後 下半場就換成運輸股來補跌了 下半場 大概中場以後 這原本都是漲很強的 老實講這我們 這原本都還不錯 你看 最後都補跌了 沒辦法 那這個根本不用講 這個根本不用講 這外資的賣差會非常的多 鴻海這兩股票大概有一半以上 也都是外資買的 所以外資今天為什麼賣那麼多 就是因為都賣全值股 就是賣台灣50檔 基本上以台灣50檔為主 台灣50檔那個全值股為主 那中小型股的賣壓 很多不是外資賣 但是不管誰賣的 因為都是賣壓都很重 尤其是IC設計股 哇那賣壓真的很大 昨天有很多股票強彈 反彈 哇今天又掉下來了 你看 是不是 反彈 昨天反彈今天又跌下來了 這個也是啊 都有啊 但至少說 至少這些股票還沒有破低點 我的意思就是 你還是要看技術面 對不對 所以股票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一再強調說 股票做錯要停損 為什麼 我常講嘛 我在在我的會員操作股票 我們不是不會錯 我就說我們 停損就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如果我們弄錯了 做錯了我們就走了 這個做錯了馬上離開市場 有什麼好處 至少你不會被跌了這麼多 現在已經跌了四成有了吧 跌了一百多塊 對不對 我已經講過這兩股票 我們曾經買在兩百一十二塊半 這邊賣掉 這一天賣掉 那後來我們有強短 後來我們又停損掉了 停損 有強短後來又停損掉了 停損就百分之十左右嘛 那這邊賺了兩三成 這邊又停損掉了 那如果沒有停損掉 你看現在不是賠得更多 停損沒有什麼可恥不可恥啊 做股票本來就有對跟錯嘛 那有時候不是那一檔股票的問題 是基本面殘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是整個市場出現的變化 所以市場唯一不變 就是每天都在變 像昨天氣氛還蠻好好的 那今天馬上整個都變 馬上變掉 馬上變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適應這個市場 而不是意氣用事 每天都在講基本面很好 講基本面很好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行業股 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一直資金往行業股移動 當然有一些 還是有少數電子股科技股 我們在操作 可是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我也告訴我的會員 如果我們做錯了 我們一定會停損掉 那如果這個大盤已經沒辦法了 已經要轉為 因為大盤是短 本來是短空嘛 短空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不是做指數 我們是做股票 這段時間裡面 很多股票還一直在創新高 可是當指數如果說 連中線都會轉空了 就救不起來 到時候可能 會做更大幅度的修正 已經不是1000點2000點 可以解釋的時候 那我們也要撤掉 我們變成要反手要放空 提早放空 我跟各位講過 就是我們做運輸股 我們做航運股 我們不是要做長期投資 我們是搶反彈 搶反彈之後 我們是會再放空的 例如說 我有跟各位解釋 例如說這個長榮 我們買在131塊左右 那如果說 我們沒有辦法 過了這個順風口 沒有辦法突破頸線 沒有辦法拉開到 我們預期的報酬率 那跌破 假設它跌破這裡 假設它跌破了低點 我們還會停損掉 我們大概停損10% 我們會反手放空下去 會反手放空 操作的機率 因為我們是完全按照技術面 在操作 不是跟你講基本面 你看這裡地方 我們這邊也是放空一次 215到148.5 又賺了三成 那後來轉空這一檔 轉空這一檔又跌到 從196塊半跌到138塊半 所以我這兩檔股票 我目的是為了要 以後都要做空的 那現在因為現在目前來講 我認為會反彈 那事實上也都有在反彈 也表現得不錯 那問題是現在 大盤的市況不是很好 那就會影響到整體的一個 市場性風險就會跑出來 市場性風險就是 市場性的風險 一旦發生 就系統性風險發生的話 什麼股票都一樣都會跌的 任何股票都撐不住 雖然今天還是有一些股票 有亮點那都是短線的 也有漲停板的 那你看看就好了 因為如果大盤要跌的話 最後大家都會跌下來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操作上面來講 也還要特別注意 這盤是已經產生一些變動了 所以有些股票要處理 或者是股票反彈要怎麼賣 還是非常重要 加入還有Telegram 193008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